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吴希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二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家庭生活 美国故事 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二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网视如风 情感夜线 金金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七点开始 周六的节目包括我是小主播西雅图少年说 这里是卡卡西城美丽说 天方夜谈 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爱情马拉套 这里是江苏以及乐语频道的节目 包括乐音创谈 跟我学乐语 艺似漫画和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 网络 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 广播频段是AM1150或者HDFM98.9强热思虑 网上收听的网址是1150kknw.com 手机收听请下载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或者请下载KKNW AM 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当地时间10日 法国总统马克龙与阿地利等欧洲多国领导人 举行会议 共同商讨协调 应对恐怖主义威胁 马克龙敦促欧洲对近年来困扰欧洲大陆的恐怖袭击 采取迅速和协调的反应 近期欧洲地区接连发生恐怖袭击事件 10月16日 法国发生一起针对一名真学老师的恐怖袭击事件 该国随后开展了打击极端主义的活动 而在11月2日 阿地利维尔纳也发生了一起袭击事件 造成多人死亡 素食人受伤 在此背景下 当地时间11月10日 包括总统马克龙与阿地利 德国 荷兰和欧盟领导人举行会议 共同商讨协调 应对恐怖主义威胁 欧盟9日表示 针对美国违规补贴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 欧盟将向总额近40亿美元的美国货物和服务 采取关税等惩罚措施 欧盟同时表示 仍然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长达十几年的贸易纠纷 分析指出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经济的当下 美欧之间贸易紧张局势如若加剧 将对双方造成进一步不利影响 欧盟委员会9日宣布 将对不超过39.9亿美元的美国输欧产品加征关税 该措施从10日起生效 欧盟委员会表示 由于美国违规补贴波音公司 欧盟将对自美国进口的飞机和零部件加征15%的关税 对一系列农产品和工业品加征25%的关税 法新社看到的一份欧盟拟定的清单显示 中税对象包括美国制造的飞机和零件 拖拉机 红薯 花生 冷冻橙汁 烟草 番茄酱和三文鱼 韩国《朝鲜日报》援引韩国执政党一位 未具姓名的官员的话指称 正在日本访问的韩国国家情报院院长朴志源 周二与日本首相菅义伟举行会晤时 向其表达了总统文在寅关于韩国 朝鲜 美国 日本四国首脑 在明年东京奥运会期间举行会晤的提议 根据韩联社11日的报道 朴志源同时转达了文在寅总统 希望恢复韩日关系的意愿 在约25分钟的通话中 朴志源与菅义伟叫韩籍二战强征劳工索赔 韩中日领导人会议等进行了讨论 当时菅义伟就任日本首相后 韩国高官首次访日 已是韩国政府高官首次会晤菅义伟 据NHK报道 菅义伟对朴志源在疫情下访问日本表示欢迎 并指出日韩日美韩有必要就朝鲜问题等开展合作 菅义伟呼吁韩方继续为解决日本人被朝鲜绑架问题提供援助 就此双方一致同意韩日因就朝鲜问题保持密切合作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11月10日报道 斯德哥尔摩一家法院已暂停瑞典对中国华为公司的禁令 该禁令试图将其从该国的5G建设中排除 报道指出 斯德哥尔摩高级法官约翰·伦德马克 周一晚些时候在一份声明中称 法院得出的结论是 华为有权对该决定提出上诉 暂停禁令意味着在法院审理此案时 与使用华为产品有关的条件不再生效 报道称 瑞典的5G频谱拍卖计划于11月10日开始 瑞典邮政与电信管理局在10月20日 以安全忧虑为由宣布禁止华为和中心通讯 参与该国的5G无线网络建设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亚州地区今晚多云 最低气温华是40度 44度 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华是47度 48度 最低气温华是40度 44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10分 在美国主要新闻机构预测拜登赢得2020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拜登将如何审视特朗普时期的贸易政策 尤其是对华贸易和已经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经贸专家和分析人士认为 拜登可能不会对特朗普的政策大动刀斧 但是大型零售业 电单转向中国可能会成为趋势 如果媒体和民调的预测正确 明年1月拜登入主白宫的时候 继承的是特朗普总统的美国贸易政策 其特点是向全球进口商品施加关税 这包括对来自全球大部分地区的钢铁、铝材、欧洲的葡萄酒和奶酪 特别是美国从中国购买的近四分之三的商品征收关税 目前拜登尚没有公布他的具体计划细节 但是媒体和公众已经了解到 预计拜登将会审查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政策 而且如同特朗普总统任内那样 拜登也基本上不需要得到国会的支持 而直接采取行动 针对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拜登明年1月份上任后 可能会采取更为谨慎的方式 应对中国在科技和贸易方面的挑战 即使拜登会争取美国盟国的支持 共同迫使中国遵守国际准则 但是也不太可能解除特朗普的措施 专栏作家 资深分析人士张家登也认为 鉴于目前存在这么多的变数 其中的部分原因也包括中国的贸易行为正在恶化 这可能使得我们相信 拜登上台后将会保留关税政策 张家登表示 这些在目前都是分析 拜登团队目前并没有公布他们的计划 我们不知道拜登就任总统 获得贸易政策将会是什么 很多人认为他会单方面取消300条款 301条款的关税 我想大多数人相信他会试图以此来换取其他的条件 他说美国弗吉尼尔大学商学院教授陈遭归 尽管目前尚不知道拜登上任后到底会怎么样做 但是他预期拜登不会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大动刀斧 路透社援演分析人士的观点说 预期拜登明年1月份入主白宫的时候 可能会屈从与国会两党议员反对北京的情绪 而坚持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科技巨头如华为公司的严厉政策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周二上午公布了 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后 阿里巴巴 腾讯 京东 美团等一众电商巨头的股价 普遍中度下挫 在香港股市上 阿里巴巴的股价下跌5.1% 腾讯下跌4.4% 美团下跌10.5% 京东股价下跌8.8% 电商板块市值蒸发掉1000亿美元 新的防垄断指南主要针对阿里巴巴 腾讯等中国网络平台上的巨无霸 按照征求意见稿的说法就是 网络平台经济领域处于垄断地位的平台经营者 他们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无正当理由对交易条件相同的交易人 实施差别待遇 排除 限制市场竞争 在美中关系全面恶化和病毒大流行 在全球肆虐以来 整个国际环境对于中国来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原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出口难以为继 这种情况迫使北京在最近几个月 对经济发展战略做出了重大调整 推出了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发展战略 观察人士指出 这一战略导致北京对网络巨头的态度有了巨大的变化 这些网络交子的春天可能已经过去 接下来的是秋天或者冬天 前雅虎中国总裁谢文表示 以前政府扶持他们是为了让他们跟美国企业竞争 现在重心转变了 政府需要扩大国内市场 加快中小企业的发展 所以反垄断鼓励竞争就成为政府优先的政策选项 路透社引用谢文的话说 那个时候人们认为 中国的网络公司是跟美国公司竞争 他们是中国的骄傲 但现在我们要转向内循环 上周中国监管部门突然叫停蚂蚁科技的上市计划 大致也是出于这一战略考虑 从四个监管部门联合约谈蚂蚁集团三名核心人物 和中央银行今日的公开讲话看 北京向市场传达的信息是 中央不希望看到私人企业过多经营网络金融业务 更不希望民企做强做大 形成难以动摇的垄断地位 11月6日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中央网信办 生物总局三个部门 召集阿里巴巴 字节跳动 京东 拼多多等27家主要网络平台企业代表参加会议 要求他们依法合规 强化自我约束 促进线上经济健康发展 周二公布的这个征求意见稿还特别提出 要禁止电商平台出现二选一的市场垄断行为 要允许一种商品品牌在多个商业平台上销售 在中国的网络上 阿里巴巴经常受到此类批评 去年市场管理总局 召集20多家网络平台开会 要求他们停止强迫商家签署排他性合作协议的做法 拜登因为担任奥巴马副总统时 富有与储君习近平建立私人关系的使命 两人多次私下交谈会面 一起散布聊天 有朋友之称 较之奥巴马对华政策被批评为太软弱 拜登竞选总统时的中国政策方向不明 因此存在一种拜登就任后难以对北京强硬的舆论 另一方面即使对中美关系改善 不会有太高期待的北京 也流行着拜登上台就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一定的采息空间的说法 但是不少观察人士对此并不看好 法新社11月10日发表分析认为 拜登可能会使中国领导人更加后悔特朗普败选 拜登应该会更加尊重中国 但是迹象显示 他在实质问题上对北京会非常强硬 无论是人权贸易政治以及高科技 拜登都会顺步不让 自由亚洲引述专家称 拜登团队认识到过去奥巴马时对对华政策已经不再有效 反而有可能将特朗普寄出的制裁作为筹码 用来与中国交涉 特朗普执政期间 美中贸易战几乎每天不断的外交冲突 中美关系掉到几十年来最低点 以至于北京警告美国当心两国之间爆发冷战 特朗普最让中国愤怒的是亲近台湾 而且形容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 拜登露出白宫后 对北京相对而言攻击性会减少 法新社引述澳大利亚独立智库中国政策主任 倪林涛分析 拜登会采取更加尊重微妙锁定目标的方式 而不会集中攻击 而是考虑两国的长期竞争 特朗普讥讽拜登为北京拜登 但是与拜登当年在白宫时期相比 形势反转 习近平的野心勃勃 中国的强势崛起 美国两党对中国的威胁已经形成了共识 拜登对习近平的看法也变得非常尖锐 年初民主党内部初选的时候 拜登称习近平是坏人 一个没有半点民主意识的家伙 他的团队已经把新疆大规模关闭 维吾尔人职称为种族屠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scbaseattleat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Seattle House即将预售临近Amazon Sphere 专设5万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 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 请访问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 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我是小元 我是无锡 今天是2020年11月10日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栏目 会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特朗普竞选阵营 星期二在宾夕法尼亚州 入禀联邦法院 要求停止该州认证选举结果 同时美国最高法院开始审议 可负担医疗保险法 拜登则强调医疗保险对人民的重要性 星期下午 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两位选民向宾州联邦法院提出诉讼 认为选举程序有问题 要求宾州停止认证选举结果 这期诉讼案认为宾州的邮寄选票机制 缺乏亲自投票机制的透明度以及可认证性 而宾州的选务人员违反了美国宪法 制造了一个非法的两阶层投票机制 让亲自到投票所投的选民面临更多的监督 特朗普私人律师 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前几天说 特朗普竞选团队预计将在本周提出四到五起诉讼 总共会达到十起 特朗普团队已经启动 选举保卫战基金专项捐款活动 为全力推进相关法律诉讼 策备所需的经费 拜登团队也表示会准备打法律战 在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安斯伯 被解职的一天后 另一名五角大陆高官离职 负责政策事务的代理国防部副部长 詹姆斯·安德森 在星期二致特朗普总统的辞职信中 列举了他的一些成就 并表示能够为国效力是他的荣誉 他写道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重要的是 我们的长期成功取决于 遵舍所有公务员都宣示支持和捍卫的美国宪法 埃斯伯本来预计会从现在到 2021年1月末当选总统乔拜登就职典礼的过渡期间 继续任职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蓬佩奥说 这次对话在美国举行 由美国在台协会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主办 台湾驻美代表肖美琴 星期二对蓬佩奥的宣布表示欢迎 他说台湾方面有经济部次长陈正奇率团 肖美琴还说 考虑到疫情对话将通过实体搭配视讯的方式进行 实体部分在华盛顿进行 星期人士认为 美国派遣海岸警卫队巡航舰 前往中国舰船时长光顾的水域的计划 将凸显华盛顿遏制北京海上扩张的决心 同时又不会导致激烈的冲突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奥布莱恩 在10月23日的一份声明中说 美国海岸警卫队将在西太平洋部署 新一带快速反应巡航舰 执行海上安全任务 确保航行自由 以保护美国和该地区合作伙伴的利益 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周一表示 部署的时机仍在制定中 奥布莱恩表示 任何非法 未经报告 未经管制 进而威胁美国及太平洋邻国主权 并危及区域稳定的渔船作业 美国海岸警卫队都将予以调查 美国海岸警卫队司令舒尔茨上将上个月表示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远洋捕鱼船队 而其执法船并不总是跟随船队活动 他说美国的计划针对的并非仅仅是布鱼 声声有情 1150AM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chineseradiosh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Channel3 我们的微信平台 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 都是Chines Radio Seattle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接着到11月10日晚上 全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 1,0242,754人 新增191,032人 死亡239,618人 新增1,417人 截止到11月9日晚上 11点59分 华盛顿州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为 12,011人 新增1,441人 死亡2,482人 新增22人 其中Kin County 确诊人数为 3,497人 死亡829人 Kinma County 确诊人数为 1,270人 死亡284人 Pierce County确诊人数 11,769人 死亡241人 Spoken County确诊人数 1,1265人 死亡218人 Snowhamish County确诊人数 10,386人 死亡248人 Benton County确诊人数 6,079人 死亡138人 Franklin County确诊人数 5,221人 死亡69人 Clarke County确诊人数 5,362人 死亡92人 华州确诊人数 目前列全美第30位 京县议会 周二批准了 最后的 4,670万美元 紧急联邦资金 以支持当地 应对新冠疫情 大流行的措施 包括用于改善 整个京县 某些脱俄中心 大流行安全的资金 京县议会主席 克劳迪亚巴尔杜奇 表示 新冠大流行 在很多方面 对家庭带来了破坏 包括使我们 缺乏优质的 托俄服务 更加严重 这产生了 不成比例的影响 有色人种 更可能需要 预约的 基本功能 同时 他们提供我们 所需要的 很多关键服务 新冠病毒在华盛顿州迅速蔓延 截至10月30日 华盛顿州西部的病毒繁殖数量的最佳估计是1.29 华盛顿东部是1.36 目标是大大低于1的数字 这意味着新冠病毒传播正在下降 华盛顿州卫生官员 凯瑟博士说 我非常担心 COVID-19的传播趋势 似乎正在加速 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立即采取行动 以避免新的限制 并防止我们的医院无法应对 他说 这种情况非常紧急 我们没有时间来改变方向 我们需要华盛顿州的每个人 立即采取行动 制止新冠病毒的扩散 华盛顿州当局近日表示 在发动机运转的时候 车辆无人看管是违法的 这引起了冬天许多居民的担忧 有一些居民会发动汽车保暖 并离开汽车 贝令汉新区报报道说 根据州法律 驾驶或掌管车辆的人 在没有首先停下发动机的情况下 无人看管是违法的 人们将无人看管的行驶车辆 视为偷窃的机会 在华盛顿西部 已有许多无人看管的车辆 被偷窃的案件 环境保护署说 该州法律也旨在防止 排放污染的问题 州农业官员今日发布信息表示 人们在美国发现的 第一个亚洲大黄蜂潮内 找到了500多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 大黄蜂潜伏其中 州农业部的卡拉萨尔曾说 在州昆虫雪茄经过树叶的侦查后 在华盛顿西北部 加拿大边境附近的一棵赤阳木中 发现了该巢穴 昆虫学家需要检查巢穴 并收集数据 以帮助当地人民 根除入侵性昆虫 这些昆虫攻击 并杀死当地农民 用来授粉作物的蜜蜂 澳门监管机构 已经对亚马逊提起不信任指控 指责这家电子商务巨头 利用数据获得了比起平台的 商家更多的不公平优势 澳门执行委员会 是澳门最高的违反信任执行机构 该委员会星期二表示 这些指控已经发送给亚马逊 亚马逊可能会面临高达 其年度收入10%的罚款 总额可能达到数十亿美元 监管机构还针对亚马逊 是否偏爱自己的产品 以及使用其物流和送货服务的 第三方商品的产品 展开了第二次调查 气象局预报图表表明 周五晚至周六 西雅图可能会出现一场暴雨 并引发强风 可能导致广泛停电 美国国家气象局 驻西雅图办事处称 这场风暴的根源是热带风暴 阿萨尼 它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袭击了台湾 风暴将在本周已强劲地 喷射流横渡太平洋 并接近太平洋西北部 通行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周末晚些时候到下周初 将有更多的风暴系统出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 预报将得到完善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 最低气温华氏40度摄氏4度 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华氏47度摄氏8度 最低气温华氏40度摄氏4度 广告号请继续收听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为西雅图华人观众 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 东方新闻 凤凰卫视新闻 《非诚勿扰》 《一战到底》 芝麻开门 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 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Crossings TV Cong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查询详细节目信息 请访问www.crossingstv.com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 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 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 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email到 crsradio at gmail.com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先给介绍娱乐新闻 11月10日高晓松 小19岁的前妻 徐灿金发表了 自己首张个人单曲MV 若不是遇见你 他称这首新歌 主要是在唱爱情 更重要的是 关于生命中所有的遇见 许多大牌明星 为他的新歌打靠助阵 面验查APP显示 今日南京黄梦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新增一条 被执行人信息 执行法院为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据新京报报道 黄磊和孟非 共同经营的火锅店 黄良宜梦所属公司 即为南京黄梦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 目前该店已经闭店 刘德华虽然隐婚多年 但是出名的宠妻 在公开结婚消息后 每当谈到妻子朱丽倩 她总是满带感谢 近日一名空姐要爆料 刘德华宠爱妻子的举动 刘德华成绩的时候 在整个飞行过程当中 都在看她和朱丽倩的照片 11月10日 据港媒报道 有媒体拍到 香港第二大女富豪 甘比鞋长女 在评价店购物的照片 照片中 甘比鞋长女刘秀华 以及女儿的同学 一起现身中环某广场购物 身边还带了三位 肌肉壮硕的保镖 全程保家护航 第一方面消息 2020年11月10日 CBA常规赛 第11轮继续激战 广萨与北京展开较量 第四节双方在一波决杀 和反决杀的比拼中 吉布森挟刺李杀出 压扫命中两分 北京101比99决杀广萨 北京终结四年败 而广萨则终结三年胜 北京时间11月10日 据查拉尼亚报道 NBA和球员工会 同意一起建立一个 社会正义联盟 今年8月NBA复赛期间 熊鹿队带头罢赛 目的是为了抗议社会不公 今天查拉尼亚报道称 NBA和球员工会同意 一起建立一个社会正义联盟 以推动社会公平和公正 生生有情 1150AM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美国东部时间11月10日 截止到收盘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262.95点 报29420.92点 涨幅0.9%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159.92点 报11553.86点 跌幅1.37% 标普500指数下跌4.97点 报3545.53点 跌幅0.14% 截止收盘 贵金属市场方面 黄金期货价格上涨1.2% 报每奥斯1876.4美元 国际原油市场方面 美国WTI期货价格上涨2.7% 报每奥41.36美元 国际布伦特原油上涨2.9% 报每奥43.61美元 记者的发稿 亚洲国市方面上证中指 报3363.07点 孙世成指报13991.92点 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 美元兑换6.5955元人民币 美国劳工统计局 于本周二公布报告称 截至9月底 美国职位空缺总数为 643.6万个 这与8月底报告的 635.2万人几乎没有变化 也略低于经济学家 平均预期的650万人 Beyond Meat股价 周二收盘下跌 16.94%到125.01美元 该公司股价在周一下跌了 4.05% 收报于150.50美元 部分原因是 麦当劳决定推出 人造肉品产品 MacPlant 近日欧盟委员会 已得出结论称 亚马逊利用独立卖家的数据 谋取自身利益 违反了欧洲反垄断规则 与此同时 欧盟委员会还宣布 对该公司的电子商务流程 进行第二项正式调查 以上新闻节目的内容 是由吴熙和小元 为您播报的 今天新闻采编是 陈香路易 CM行文 江 杰和小元 想了解最新更丰富的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 电台Facebook主页 Chines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 近日西雅图 新浪微博帐号 西雅图中文电台 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Chines Radio 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 是家庭生活栏目 欢迎您的收听 肌肉骨骼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解决治疗中心 肖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206-621-7501 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 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 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或者微信平台上 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 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 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 是由非盈利组织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 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 以及全球的华人 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 501c3免税资格的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ceattle at 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 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 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 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 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 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 请致电就近的LNI办公室 或者致电免费电话 1866-219-7321